準備 發射 哇 馬上要打十當了 很緊張 有冰雹 直升機在掛彈情況下 突遇這樣的複雜天氣 第一次遇到 前方能進度不足兩公里 1號腰東兩進入空間線 因為我們這個保存CG的時間 它整個就是進化空 在高原飛行 對我們的飛行安全 是很大的一個考驗 日雲以後 可能很容易就成像錯覺了 準備 發完呀 這是第一次爆 我知道嗎 你自己拍腳就知道了 我們是非常神奇的 了解 了解 火箭從旁邊 覺得很帥 覺得有種去工夫戰場的勇敢 在高原飛行 直升機的性能 叫平原來講是不一樣的 所有的各項性能是會有所下降的 我們這邊扎物比較多 我們這個山谷風 風切片等等 對我們這個飛行影響 飛行安全 是很大的一個考驗 這個在進行這個火箭彈攻擊的時候 是雙機騎射 在進入我們攻擊航線 進入點之前 就要必須完成這個雙機編隊的這個位置的一個布定 作為一名新進機長 張翔也是第一次與許忠搭檔 去完成多彈種雙機騎射訓練 有一句話說的好 就是沒有飛不好的掌機 只有飛不好的撩機 作為撩機 我既要兼顧掌機的位置 和它保持一個橫對 保持好相對固定的距離 間隔和高度差等等 又要對前方的這個 把區進行一個鎖定 進行一個瞄準 而在高原編隊飛行 複雜的地形和氣象 極大考驗著飛行員的空中協同能力 前方攻擊航線上發現有一片雲目 天氣不正好 雲目的出現 意味著此刻目標射擊區域上空 正在下雨 但就在這時 一個更加棘手的情況突然發生 在進入攻擊航線之前 當天的測風能夠達到10幾米每秒 測風來臨時 如果飛行員還用沒有測風時的方式飛行 那麼飛機就會向測風吹去的方向飄移 無法對準攻擊航線 眼下 編隊距離攻擊航線進入點越來越近 1號1東2進入攻擊航線 1號1東2請示火箭攻擊 1東2可以攻擊 為了更加貼近實戰 兩架戰機將在不同的距離 同時對地面目標進行火箭彈攻擊 畢竟我們是在兩架飛機上 如果說需要同步射擊的話 這個對於時間和地點這個精確度 還是比較高的 1東3 1東2 準備 發射 數枚火箭彈騎刷刷地飛向山坡 目標區瞬間仰起漫天的煙尺 整個攻擊過程一氣呵成 тел 射擊 精準命中 射到這個射擊指揮員的表扬 射擊指揮員了 然而 秦阁间夜战机场上空 乌云密布 这也预示着这一天的气象条件将会更加复杂 现在咱们进入雨幕了 我观察前方能见度不足两公里 有冰雹 些许冰雹打在这个风挡玻璃上面 我现在跟进稍微很困难 我先拉开距离一会儿进入攻击航线 我重新站位 交动两动三 我现在通通没有影响了 能见度变好 我已经保持好站位 交动两可以进入射击目标A1 交动三射击目标A4 交动两A1明白 交动三A4明白 10几秒钟之内就要完成这个发现并且锁定 交动三发现锁定目标A1动两空气导弹 我还要领导弹 可以过击 可以过击 交动两收到 对 开始 保持效能全部变中 可以入场推出 关闭随动 交动两停伐 伴随滚滚熔烟 目标被精准命中 这也意味着张翔和搭档在遭遇恶劣气象条件的情况下 刻苦重重困难 完成了空地导弹双击骑射攻击训练 除了能够默契地进行编队飞行外 在遇到极端天气时 甚至还要掌握盲开技术 在高原上飞行员很容易在高山峡谷中遇到多云多雾的天气 这就要求飞行员练就不看窗外 只看仪表盘来飞行的技术 为了练就蒙开技术 总经他们必须通过一遍遍练习 克服心理恐惧 把控自己的注意力 把仪表上的信息化为一种本能反应 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仪表上的零下20摄氏度 立刻能感觉到寒冷 看到风速10米每秒 我要立刻能感觉到狂风 必须建立这种对仪器的敏感 才能真正把这些仪表变成我的眼睛和耳朵 下一次转弯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在转弯其实运动作用 与上扬和下扶的影响 一时修正 一时制止 偏差 防止偏差量过大 好的明白 经过一周的练习 董金的盲开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经过反复训练 接触直20才几个月的董金 已经可以掌握盲开并平稳着陆了 对于未来的飞行挑战 董金更加充满期待 对年轻飞行员来说 除了要熟练掌握一些飞行技巧外 身为空中战斗梯队的一员 还必须练就高超的射击技术 坐在飞机前舱的是飞行绝员横逞 在轰炸射击模拟训练中 由于忘带检查单 原本简单的报告词却错误评出 这让坐在后层的飞行教官刘旭十分生气 当时我觉得你这也太骄傲之八了 非常沮丧 我是非常生气的 你不能这么干 你以为这个飞行是恶心吗 刘旭代交的另一名学员何晓 性格沉稳谨慎 几乎每次都是第一批飞行的优秀学员 一直以来他都是彭城想要超越的对象 这一次彭城和何晓 究竟谁能率先命中保镖呢 事实拍丁 好 侴eller机ос 给你先飞 我们把油领几个 侴eller可以跟车头等 Perez 给你担心 下一个 再勞 距离成为梦想中的飞行员更进了一步 但由于是第一次实弹射击 对飞行员员的心理考验是很大的 就像打手枪是一样的嘛 你第一次你不知道那枪有多响 你老是害怕 为啥有好多人扣扳机的时候 手就开始 不自觉地走 你都控制不住自己 第一次打实弹 鹏城会不会因为马虎而手忙脚乱 何晓会不会因为紧张出现失误呢 鹏城会不会强的 鹏城会스터 鹏城会 pilgrimage 就可以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 老准设计的时间 它整个就是几秒钟 基本上不超过10年纪 10秒钟内飞行学员 就要从高空准确锁定目标 实施攻击 那么他们能够抵住压力 成功命中把镖吗 直观上说可以 但是我心里就一颤 马上就打实弹了 就在前面了 那个把镖就在前面 我就发出去了 心里会很紧张 此时 彭城已经对准地面把镖 开始俯冲攻击了 高度下得很快 一头扎下去 如果你攻击完毕之后 你不及时地抬起来 或者说还在思考 我刚才攻击什么问题 不拉起来的话 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两发火箭从旁边 就那种带着声音 然后带着那种 后面冒着烟那种感觉 就是想象不到的 觉得很帅 觉得自己还是挺帅的 本次射击 彭城准确地完成各项操作 那么他到底命中了几发弹呢 这个关系就是我刚才打了几发 我说打了四发 还可以啊 命中三发 那是一下我就 就笑起来 五星天我就跟我师父就 我就喊起来 就感觉这个心里美滋滋的 夸他 虽然说是夸在他身上 但填在我心里 与此同时 和晓的表现也渐入佳境 其实你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变得比较小了 速度比较快 你就看到是四里白岩 就往上一冲 就是这种感觉 声音的话 就是能听到 也不想 也不想也挺大的 很快 卡台也传出了 何晓命中把镖的好消息 三个万 命中 一 三个万 停 好 那就还要给我打了 好的 经过真枪实弹的炮火洗礼 彭城和何晓 都向战斗机飞行员 迈出了重要的迷步 一队成绩发现都一样的 命中都是命中三发 就是当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 没有比你差一点啥呢 在互相的竞争中 不断激励对方 就是互相提高 我就希望他们将那么飞中国最好的飞机 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希望了 这些年轻的飞行员 未来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他们将以更坚定的战斗意志 去称为敢打必胜的空中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